大家好,我是赛昆仑 今天为大家分享三条柬埔寨的新闻 第一条新闻 洪森首相提前参加安倍葬礼 洪森首相将美国之行提前 他将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 UNGA 随后访问古巴 大概是为了向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致以最后的敬意 根据部长会议国务卿克兰托尼 于9月7日签署的正式信函 洪森将于9月21日至23日 而不是9月19日至25日 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 之后 他将在9月23日至25日访问古巴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9月25日至29日 并于9月26日至28日 前往日本参加安倍的葬礼 8月21日 在对柬埔寨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中 第76届联大主席阿卜杜拉·沙西德 对柬埔寨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维和行动 所做的贡献表示钦佩 根据古巴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Gerardo Punova-Porto 本月初访问柬埔寨透露 总理计划访问哈瓦纳 门户网站与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巴索昆 就未来两国高层互访交流进行了探讨 双方希望历史性的交流将为加强双边关系 持久友谊和良好合作铺平道路 特别是在卫生、教育和体育等领域 第二条新闻 金边鼓励越南企业投资 垃圾发电和水处理 金边省长Kwansram表示 首都欢迎热衷于投资回收 或将废物转化为电力和废水转化为清洁水的越南公司 以及那些可以帮助解决废物除臭管理问题的公司 省长对越南河内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于9月8日结束 旨在加强金边姐妹城市之间 在环境和废物管理、教育、旅游、培训和卫生领域的有益、环节和合作 9月5日访问一时 Kwansram和柬埔寨驻越南大使Chain of Off 陪同河内人民委员会副主席Wen Trang Dong 参观了CNTY EUZY联合体及其SOC Sun 废物转化能源WTE工厂 位于河内的Namsung废物处理中心 据金边市政厅介绍 经过多年的大力发展 该财团目前在城市环境运营领域排名世界第三 业务遍及30多个国家 拥有超过全球300家固体废物处理厂 该财团每天回收能力高达5万吨 在全球共有8万多名员工 其中包括6万多名欧洲人 同时 他们的运营也减少了浪费 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减少了环境污染 在访问该公司后 SRAM表示 金边政府将欢迎热衷于投资该行业的越南公司 发展如此迅速的金边正面临交通 建筑 环境问题 下水道系统 尤其是废物问题等挑战 政府密切关注这些问题 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一种方式 以及其他一些发展合作伙伴 他说 他补充说 金边人口增长迅速 居住在那里的人口已超过300万人 垃圾量也增加到每天3000多吨 他说 未来 金边将在城市北部和西部新建两个垃圾填摆厂 并指出 已经有三家垃圾收集公司在首都运营 据环境部发言人Net Finitra称 目前 柬埔寨每天产生超过1万吨固体废物 每年产生超过400万吨 其中60%为有机废物 20%为塑料废物 10%为一般废物 他说 每天收集并倾倒到垃圾填埋厂的废物达到约5517吨 即每年2013924吨 全国共有垃圾填埋厂213个 其中国有142个 占66.6% 民营70个 环境部继续在教育机构 宝塔和公共厕所推广环保原则 包括在学校安装绿水器 以减少塑料垃圾 与此同时 该部将鼓励使用生物塑料 塑料替代品和塑料废物回收利用 Finitra说 第三条新闻 加强打击贩运和洗钱活动 内政部长Sar Ken 呼吁在政策和地面行动方面更加协调一致 以解决影响柬埔寨生育的洗钱和人口贩运问题 9月8日 Sar Ken表示 柬埔寨王国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的洗钱汇名单中 二是作为人口贩运的目标 在金边市警察局办公大楼落成典礼上 Sar Ken呼吁人民的支持和团结 坚持原则 政策和执行行动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解决这两个问题 他说 关于柬埔寨自2019年以来一直处于的汇名单 Sar Ken表示 他不支持该排名 但他不能否认这些指控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 是否真的在这里发生 如果我们不试图让我们的国家脱离这个黑名单 我们总有一天会落入黑名单 但我确信 我们不会达到那种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自满 Sar Ken解释说 假设洗钱发生在柬埔寨 他将触发银行系统 因为FATF将检查资金及其来源 目前 柬埔寨在司法部长基奥特·里斯 国家警察局局长奈特·萨沃恩 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谢战托 以及相关部委和机构的直接领导下 正在与该问题作斗争 Sar Ken解释说 打击贩毒案件意味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种做法也必须适用于人口贩运 而不仅仅是拯救受害者 我们必须解决幕后黑手 将他们绳之以法 关于人口贩运 部长在过去两周表示 柬埔寨逮捕了30名从中国乘船 经越南前往西哈努克省的人 警方发现 除了身上的衣服外 他们没有任何签证或其他旅行证件 他认为他们可能是被骗来到柬埔寨的 在被驱逐出境之前 我们已将他们保存在一个地方 他们被经纪人欺骗了 这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声誉 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Sar Ken说 并补充说柬埔寨以网络诈骗而闻名 99.9%的犯罪头目 不是柬埔寨国民 那些计划将其他国家的人 送到柬埔寨的人不是柬埔寨人 Sar Ken说 并补充说这种犯罪是非传统的 他说 即使是日本人 也成为柬埔寨境内诈骗的受害者 人权组织 Lee Cat Ho监督副主任 MCM ATH表示 洗钱和贩卖人口是两项重大罪行 如果它们真的发生在这里 可能会严重影响柬埔寨人的声誉 他敦促当局通过执法 加强政策和扩大合作 继续打击和预防此类犯罪 这次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新闻 请您点赞 关注和设置小铃铛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继续关注 进一步 进一步 大家可以